大家好,地道的日式牛肉咖喱他怎么做的呢? 感激当年师傅教会我这个方法才有机会与大家分享 首先,把一整块的牛上脑要切成大块 锅里少油,咱们先煎一下牛肉 一般来说,牛腩或者上脑都可以用来制作 牛肉要充分的煎至上色 全程中火要多煎一会儿 煎去它本身一半的水分时转至炖锅 加满没过牛肉的热开水,开小火先炖上一个小时 今天这一公斤的牛上脑,咱们准备一个洋葱,一个土豆和一根胡萝卜 把它们切成均匀的滚刀块 正宗的日式咖喱蔬菜都要事先炒制 锅里放上一块黄油,中火不能等它完全融化,直接放入蔬菜 蔬菜要炒软炒香,然后咱们把它倒入煮至牛肉的冻锅中 加上没过食材的牛奶继续炖煮 做这个咖喱不能直接加生姜生蒜 所以咱们要把大约30克的姜泥和20克的蒜泥 事先用黄油炒香后再放入冻锅 下一步,咖喱砖一定要尽量的切碎 因为整块的咖喱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的融化 加上200克的咖喱搅匀后要记住还是要用牛奶来稀释 加上一勺盐和两大勺番茄沙丝,小火慢炖20分钟就成了 这种咖喱放上一天以后再吃,味道会更加的香浓 大家都学会了吗